哪位男士那麼艷福無邊 嘴完一個又一個呢 看真點 原來是馬德忠分別跟黃志文 張希文兩位女神衛生劇 再見枕邊人拍攝結婚氣氛 在劇中飾演馬神太太的Mandy 說自己對這套婚紗戶都很滿意 還自爆有想過將來結婚時的造型 可能像牛仔褲T-shirt 挺帥氣的 參考很多藝人 他們很隨意的婚禮 或者拍攝前結婚 可能會選一些T-shirt 牛仔褲 或者有些代表著他們兩個的衣服 我真的自己的婚禮 我都不知道 到時看那時的心情 可能在夏天的地方穿泳衣 又挺正的 我覺得挺破格 因為傳統婚紗經常穿 當然一生一生都想擁有自己的婚紗 但如果給我去想 我都會偏向喜歡簡約、簡單為主 你來做個得拖 到時真的跳了自己的婚時 而且衣服可以隨時給我跳舞 現在穿傳統的很大的拖尾 跳不到舞 對 因為我現在看到上網很多的婚禮 都很喜歡一脫開衣服就跳舞 我覺得很棒 結婚應該是開心事 不過Kelly就哭得很淒涼 這場心情起伏這麼大的場口 的確好考演技 只是想起劇情 只是投入角色的改一刻的想法 他對曼神的愛 就是Joe裡面的角色的愛 所以也不是太難的 不是太難的 但我看到你一拍攝後 你的眼淚仍然保持下來 因為拍哭戲不只是一個鏡頭 因為有很多角度 其實觀眾看到哭一下一滴眼淚 其實可能有很多角度 所以我們演這些戲 就是要保持情緒 一直到導演說沒有了 看不到你的樣子就可以開心了 Kelly這次跟馬神計 是跳躍生命線之後再次飾演情侶 不過Kelly就說感受很不同 這次碰面好像一個延續 好像大了 因為這套劇也挺有黑暗的東西 然後這個女生又多想 比我平時的角色 又會有很多心計 所以是一個 我們跳躍生命線的純真的愛情 現在就是不純真的 每個人都有些計謀 同場的周志康 飾演有暴力傾向的恐怖情人 婚後會向劇中太太尹斯佩加暴 阿康也說這個角色很有挑戰性 自己事前做了不少準備 其實也很變態 但沒辦法 我唯有忠於這個角色 私下也跟她練習一下 我特地練習一些泳春 練習一些拳腳功夫 最終武器我也玩了 你沒有在家找了老婆來試試嗎 平時是她對著我這樣做的 那些女兒玩玩玩樂都是這樣做的 你記住那種感覺是不是 現在是 所以我覺得原來是這麼辛苦你了 老婆 辛苦你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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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